据说手枪的子弹能打爆煤气罐 留言组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先用空煤气罐进行射击测试 看子弹能否射穿钢瓶 等他们在远处搭建好安全屋之后 凯莉用电影中同款手枪瞄准了煤气罐 但当他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并没有击穿钢瓶 之后他又再次开出了第二枪 可结果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可见手枪的威力是不足以打爆煤气罐的 接下来托瑞用火力更猛的线弹枪进行了射击 这次子弹成功击穿了前面的灌壁 但通过观察他们发现 钢瓶的另一面还是没能穿透 凯莉认为想要达到爆炸的效果 子弹就必须贯穿整个钢瓶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火力更强的步枪 但这次射击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子弹直接击穿了整个煤气罐 那如果换成装满煤气的钢瓶 子弹又会不会引爆里面的煤气呢 下面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煤气罐搬了出来 而这个钢瓶装有83升液燃气体 并且灌壁气压高达1600千帕 一旦灌体被子弹击穿 高压气体会瞬间喷出 可子弹真能引爆泄露的煤气吗 之后他们用铁链将钢瓶固定在地面上 以此来避免燃烧的煤气罐四处飞窜 同时为了验证电影中的邦德是否会被爆炸伤害 他们还将假人老兄布置在7米远的位置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凯莉在安全屋对着煤气罐扣动了扳机 钢瓶内的易燃气体瞬间喷射出来 可尽管子弹贯穿了整个罐体 但并没有将气体引爆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刘烟组将子弹换成夜光弹 而这种子弹会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火光 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 他们将在这次测试中多开几枪 当托瑞射出第一发子弹时 钢瓶内的气体被快速释放了出来 可等他再次开了两枪后 钢瓶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连夜光弹也无法打爆煤气罐 那么几乎没有枪能够做到 为了达到电影中的爆炸效果 刘烟组决定彻底引爆邻居家的煤气罐 最终他们在钢瓶上安装了引爆炸药 然后凯莉以远程引爆的方式启动了开关 这时煤气罐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而之后他们在检查现场时发现 钢瓶被直接撕成了碎片 并且七米处的假人也几乎烧成了黑炭 但有钻牛角尖的粉丝表示 如果用燃烧弹连续射击 是不是也能达到引爆的效果呢 于是他们从小迈步搞来一架冒蓝火的加特林 并且他能以每秒50发的速度连续发射燃烧弹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格兰对着钢瓶疯狂输出 这次煤气罐成功被子弹引爆 但手枪的威力不足以击穿钢瓶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弹 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 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 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弹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因为常规的铅弹无法被磁铁吸附 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 然后压入装有敌火的弹头里 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 但由于小麦不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 吉尼只能找出了形似手表的电磁铁 并将它安装在自己的山寨劳力室中 磁力的计量单位是高斯 地球两极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 垃圾回收场的磁铁达到1万高斯 而吉尼测得仿制的特工手表磁力为573高斯 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 接下来亚当将吉尼的牌位带到了射击试验场 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 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 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 他们首先对着吉尼的牌位进行了两次对照组设计 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 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 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 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天转 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 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下面吉米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 而它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 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 他们对着吉米的牌位扣动了扳机 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 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 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度 而吉米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铁 亚当坚信这次子弹的路径会发生改变 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 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 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 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 流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 并且三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万高斯 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 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 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再次对着吉米的排位开了一枪 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 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 据说用6颗子弹的火药塞进门锁里就能炸开钢门 并且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 男主为了挽救被绑架的男孩 徒手掰开了6颗子弹 并用布料将火药包好塞进锁眼 然后推进一枚空弹头 当他用枪托敲击敌火时 钢门就被炸开了 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 可很多粉丝认为直接射击门锁就能打开 为了验证哪种方法效果更好 于是留言组决定做一个对照实验 首先托瑞找来一扇电影中同款钢门 然后将手枪固定在距离门锁30厘米的位置 为了防止跳弹造成伤害 他们在防暴室扣动了扳机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子弹直接击穿了门锁 并且导致钢门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打开 既然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是 电影中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弹呢 难道导演的脑子嗅痘了吗 但本次实验的重点是验证电影中做法的可行性 接下来留言组需要按照电影中的方式 取出里面的火药 但托瑞用上了牙齿也没能将子弹掰开 显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用手枪敲击子弹的敌火 又能否点燃火药了 之后他们将子弹插入桌面的小孔 然后用枪把开始敲击 而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提前取出了里面的火药 然而弹壳都被敲点了 敌火还是没有被点燃 因为敌火需要特定的撞针精准撞击才能被激发 那六颗子弹的火药能否炸开门锁呢 下面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实验 凯莉在枪把手底部安装了类似的撞针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摆壁 将手枪固定在摆壁的末端 借助重力就能让撞针撞击敌火 从而达到引爆火药的目的 通过拆解子弹托瑞发现 六颗子弹的火药剂量只有30颗 那么他真的能将盗门炸开吗 下面他们将粉丝的盗门带到了试验场地 将30颗火药用碎布包裹起来 然后塞进了锁口 格兰将摆壁装置安装好 并让撞针对准敌火 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释放了摆壁 虽然撞针精准撞击了敌火 可火药并没有发生爆炸 托瑞认为是布料阻挡了火药的燃烧 于是他们直接将弹壳插入到火药中 但再次实验依然以失败收场 此时格兰突然发现 现代子弹使用的都是无烟火药 而电影中手枪子弹用的是黑火药 并且威力更强 于是他们重新换成了黑火药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当格兰释放摆锤的绳索 火药终于发生了爆炸 但门锁并没有被炸开 显然这样的火药剂量远远不够 为了让粉丝的钢门彻底开花 他们决定加大火药剂量 直到钢门里被塞入了600颗黑火药 而为了确保安全 这次采用远程电子引爆的方式进行 随着一阵火花四箭 这次钢门终于被炸开了 但使用的火药剂量却是电影中的20倍 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搬运火药时 他没注意桶上破了个洞 被老六看到后点燃了地上的火药 就在即将被引爆时 他发现并切断了隐性 从而阻止了爆炸 可现实中人真的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实验 看火药的燃烧速度到底有多快 首先他们在钢板上均匀撒上了半米长的黑火药 而为了避免在测试时烧掉眉毛 亚当制作了一个长干点火器 可刚接触火焰的瞬间 火药就全部燃烧殆尽 看来阻止火药爆炸的说法有点扯淡 这事吉里认为是撒的火药量太大 于是他们决定用漏斗减少火药的剂量 并且把隐性长度增加到了1米 重新点火后他们发现 这次燃烧的速度果然慢了不少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试验场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火药燃烧情况 他们在地面铺上了30米长的木板跑道 但为了不把亚当炸上天 吉里只能把空火药桶摆在跑道的末端 随后亚当将火药连续撒在了木板上 那么他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虽然在隐性被点燃三秒后亚当才开始出发 但很快他就超越了火药的燃烧点 并不慌不忙切断地上的隐线 紧接着吉里也开始了测试 这次他决定等隐性快要烧完的时候拼命追上去 可当他刚要开始奔跑 就被亚当这个老六扣住了裤裆 导致最终没能切断隐性 但如果没有外人拉扯 吉里一定能阻止燃烧 那如果在隐性没有扑灭的情况下 火药桶会被点燃发生爆炸吗 下面他们将桶中装满黑火药 并延伸出一条隐性 而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这次将采用高压放电的方式进行点火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接通了电源 地面的火药瞬间被点燃并朝着火药桶一步 然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火药桶被成功引爆 可见沿着地上的火药痕迹 是可以引爆火药桶的 所以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这样的火药桶 也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老司机在开公交车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桥面发生了断裂 直接一脚油门飞越了15米的缺口 但现实中这种操作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用导演新买的公交车 进行飞越测试 并且它的尺寸规格和留言中的一致 而在试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用等比例的模型进行测试 以保证在正式实验的时候 不会被摔死 可由于他们无法改变地球重力的大小 为此格兰还专门联系了美国航天局 要求局里安排送他们上天 并在月球上进行模拟实验 但航天局根本不鸟他们 无奈他们只能采用增加速度的方式 来抵消重力的影响 格兰通过初中物理公式计算得到 模型汽车的时速必须达到32公里 显然手上的这个玩具鞭长莫及 于是他重新打造了一个公车底盘 然后配合托瑞制作的塑料外壳 做成了模型公交 而杰西则通过计算缺口 骑尸点的高度落差 从而搭建了缩小比例的断桥模型 但公交车是否真的能顺利飞过断桥的缺口呢 尽管速度和其他参数 已经达到实验的要求 但模型车却一个猛子撞在了桥墩上 通过计算 距离断桥的另一头还有0.76米远 换算下来的真实距离则是9米 看来想要飞过15米的缺口是不可能的 之后他们将缺口的宽度缩小到一半 并重新进行了测试 可公车模型依然在离开桥面的瞬间就开始下坠 最终串在桥面的钢筋上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过桥 绝对会死无全失 那如果在桥面增加一个起飞的坡道 是否就能成功飞越呢 下面留言组将用全尺寸的公交车进行飞越实验 并且决定在桥面搭建一个起飞的坡道 以给公车提供一个向上的速度 但没有志愿者愿意尝试驾驶这趟公交车 于是格兰只能给公车装上自动驾驶装置 实验室只要在远处进行遥控操作 公交车就能沿着既定的路线和速度前进 接下来托瑞将集装箱切割成些形 并在实验场搭建成一个大型坡道 随后格兰在跑道上测试了公交车的操控性 但他们却发现 由于从第一人称是狡辩成了第三人称 公交车很难保持直线行驶 而为了确保实验室能顺利冲上坡道 杰西再跑道两侧画上了白色的引导线 这样格兰就能从地上的线条判断是否跑偏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各就各位 这次真的能飞越15米的缺口吗 随着车速逐渐加快 汽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虽然格兰极力想要稳住方向盘 但公交车还是跑偏撞进了粉丝家的菜园里 幸好没有造成更大事故 随后格兰对遥控装置进行了升级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们再次开始了飞车实验 虽然公交车在冲上斜坡后成功起飞 但落地后的距离只有7米远 显然公交车是飞不过断桥的缺口 即使在增加了斜坡之后 也不可能飞越15米远 本次试验非常废车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当我们驾驶摩托车 飞到时速130公里时 如果迎面撞上飞来的昆虫 巨大的撞击力会让我们当场开袭 可小小的虫子真的能产生这么大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首先格兰找到医学专家并了解到 正常人的前额能够承受900公斤的压力 而胸腔的抗压能力根据人的年龄不同 可以承受180到1800公斤的力量 但喉咙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 当压力达到34公斤时 人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而命丧黄泉 那么昆虫的撞击力到底有多大吗 由于抓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格兰只能用压力传感器制作了一个撞击板 当他与虫子发生碰撞时 电脑就会显示撞击力度的大小 之后托瑞将假人老兄的头颅拒下 并且换上格兰制作的撞击板 下面他们来到了空军基地 为了避免昆虫被风吹走 格兰用一面将苍蝇固定在支架上 然后托瑞驾驶再由假人的三蹦子从远处出发 并以136公里的时速撞向苍蝇 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撞击的瞬间苍蝇直接变成了粉末 而传感器测得撞击力度竟然达到了4.5公斤 尽管这个数值已经非常惊人 但距离智人死亡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换上了比苍蝇重100倍的质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托瑞再次发动了三蹦子 当板子以同样的速度撞击虫子时 蹦出的番茄酱让两人大吃一惊 这次传感器测得的力道提高到了17公斤 显然只要增加昆虫的重量 就能达到致死的效果 那么用体重为100克的巨型甲壳虫 撞击的力度又会不会致命了 下面格兰决定用非洲甲壳虫进行撞击试验 而这种虫子的体重达到了100克 但为了假装保护动物 凯莉将虫子制作成树枝模型 然后灌入绿色的布丁 并且让重量控制在100克 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进行了实验 当车子加速到每小时136公里时 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 传感器显示的力道达到了45公斤 如果人的脖子撞上了这个甲壳虫 一定会造成致命伤害 而对于胸部和额头 这样的撞击力明显还不够 于是留言组决定用更快的速度进行实验 但出于安全考虑 他们制作了一个空气泡 并打算用320公里的时速 将甲壳虫发射出去 因为这个速度是摩托车罚单的最高记录 凯莉小心将虫子塞进炮筒后 他们启动了发射按钮 当虫子击中撞击板时 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掀起了一阵风 而这次撞击的力道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0公斤 虽然这种力道撞击胸部不一定会致命 但肯定会有一点好 所以不管你是单身多少年的老司机 驾驶摩托车的时候一定不要超速 感谢观看